第一次看到你的那个视频 就被你的微笑打动了 很多人都很喜欢你的笑容 就那次拍视频 就是你笑的时候 你是有意识的 就是或者说脑子里想着些什么 还是说无意识地就对着镜头笑 当时是因为什么事情开心啊 要去买方便面吗 在出名之前 从小到大有人 就是赞赏过你的长相吗 就觉得你长得特别帅吗 有没有遇到过不开心的时候 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评论 就是有你的一些黑照 你会不开心吗 很多人通过你认识了礼堂 了解到那边的风土人情吧 希望给大家带着哪方面的变化 你这一次来上海就感觉跟之前去北京四川有什么不一样的 你这样生活会觉得累吗 就出差啊然后接受采访啊然后准备一些舞台啊之类的 在那边的最后我再感觉 对没有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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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实我看在微博上你也是有15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这个数字 你有这么多粉丝 然后你希望通过这个平台 或者说其他的平台也好 向大家传递什么呢 今天他充满了 我们就做了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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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就做了这个